成龙帅吗?想到这个问题,可能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不好意思回答,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么多经典看来看去,就算不帅,大家也都看习惯了。 而在90年代的港片里,成龙总会与他师弟袁彪一起拍戏,特别再加上师哥红金宝,他们的三人组合应该是很多80,90后的回忆,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在三人中,形象功夫都不错的袁彪,为什么寂寂无名了呢? 要说起来,袁彪虽然脸上坑坑洼洼,可是第一眼的印象要比成龙好多了,而且从各种电影里也能看出,他的功夫也要比红金宝好,身材更是美的说,到现在,红金宝已经成为了影界大佬,成龙更是国际巨星,而同样是师兄弟的袁彪,很多00后甚至都不认识了,那他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? 这要说起来,还要从他们当时入行说起,当时代港台电影正是最辉煌的时期,而功夫片对于演员颜值要求不高,很多形象好的演员也不屑于靠打打杀杀撰片酬,所以拍功夫片也就成了红金宝,成龙他们的唯一机会,袁彪虽然与红金宝,成龙是出同门,可是他比红金宝小了五岁,比成龙小了三岁, 在师哥还有机会与功夫巨星李小龙切磋的时候,他还是个孩子,也是因为出道时坚持,他在第一部与师哥拍的电影《少林们》中只能演小配角,这时,成龙,红金宝已经小有名气,不过,在袁彪进入功夫片后,他的人气也开始快速增长,毕竟他在当时的功夫演员中还算是比较有型的一个, 特别是在电影《杂家小子》上映后,袁彪成为了比肩红金宝,成龙的功夫新星,他们师兄弟后来一起拍了很多经典的功夫片,可这种发展并没有持续太久,有人气还帅的袁彪在感情上也开花了,他也是师兄弟三人中最早结婚的一个,相比在电影中憨太可居的红金宝,其实,袁彪在生活中更加内向,这也让他之后的娱乐圈里少了很多飞门与消息,他的这种发展,其实挺像现在娱乐圈里, 的实力派演员,在演技方面确实是有的,但就是为啥料可报,如果作品多,大家还能刷刷他的人气,可要是没什么作品的时候,也就被大家忘了,袁彪没有红金宝,成龙红,其实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,在功夫巨星李小龙去世后,功夫片市场留下了很大的空档,红金宝吸收了李小龙之前的班子,成龙也组建了自己的成家班,当时,袁彪虽然没有试根位有人气,但也是很有实力的一个,当时, 他要是也组建自己的班子也是有条件的,不过,袁彪并没有那么做,这也是他人气不如红金宝,成龙的原因,但这也没有什么不好,就像很多电影中说的那样,人更有知,袁彪选择了普通的生活,在结婚之后,他逐渐回归家庭,成为了一个好丈夫,好父亲,从这方面来看,他也是很成功的。 喜欢分享娱乐冷知识,欢迎关注